作词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作曲 李宗盛 那段爱情 有些遗憾 像不知不觉 又像海天 到最深的地方 才发现你早已经放弃我 我听着海浪 温柔的心意 我看着海浪是什么感觉 湖漂亮吗 就是一片湖 我应该拍拍船的 但是没电了 那我们等会换换电池再来拍吧 这边在玩哈 我们要返回我们的小茅草屋了 刚才你去哪儿了 就在这边拍呀 还没进屋 拍了 就你 哎 哇 你看这芒果有多少 而且很矮 就我的身高也随手都可以碰得到 就是在湖边的一个芒果树 你看这个芒果已经翻红了 你看 是吧 嗯 重点是你看有多少 是啊 你往上看 都是 就是 这么多芒果 没有人摘 对他们来说太多了 再多也可以吃啊 喝的 你看 太多太多了 不知道是不是这颗芒果 看这个 看这个 很漂亮 你看还有壁虎 到处都吃 你看看这芒果可以吃了吗 可以 你看这边的都泛红了 这是红色的品种 你看泛红了 还这么小 上面那些 就是红色的 这是熟的吗 没熟 没熟啊 这是红色的品种 还得长这么大都有可能 哦 所以大家都还不摘 都没熟都没熟都没熟 站着别动啊 站着别动啊 我踢你一脚 哇操 给我打电话 快快快快 你摘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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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针被记录下了 别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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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吧 我摘了个芒果呀 之前我们在别的村中有问别人的芒果树 然后摘了就给他们钱啊 但它芒果太多了 地上掉了到处都是 就吃不了这芒果 还没熟 嗨 他那边有一个项目 我们可以等会去看一下 我早晚有拍 嗯 他提供一些就是看什么 猴面包树啊 然后看豹子啊 什么之类的 这种就是游玩项目 我们去湖边吧 好晒的 我眼睛睁不开 也没这么晒 现在早上八点多 他也早上买东西了 那边 看 他们他们这个小牧船是用来干什么的 捕鱼啊 小牧船是用来捕鱼的 一下那边我被他问了 那边我问了 他们是说那个昨天晚上鱼船出湖 然后早上那个回来 然后现在就是那个鱼都这边 这边fisherman看吧 就就鱼鱼鱼鱼都回来了 有拍到吗 鱼鱼鱼都回来了 没有在那边很远的地方 有很多人 有集市人在那边看 很远的地方 然后有鱼船回来了 然后把鱼批发了 都卖到那个 这个地方 鱼鱼跟他搭蛋 他们各搞一个 嗯 这沿线 我们昨天过来的时候 过来的时候都有那个渔民 都就相当于进了一个村里面 然后就这靠岸的地方都有lodge 然后其实里面都是居民 居民区他们在这边生活 然后这天一亮都过来洗澡啊 洗那个炊具啊什么的 什么东西都拿过来洗衣服都拿过来洗 这一条线过去都是 都是的 所以这边的水质相对来说差一点 这个岸边的话有点沾一些 这就相当于lodge 跟居民都混在一起 混聚在里面 混聚在一起 这本来就是他们的地盘 硬搞了lodge 这个船也挺好 这个船不用的时候还可以 把洗完的衣服塞在上面 你看这个船还补了 你看没 应该是要补了吗 不知道 那个水管就是这样补了 你看这个船 这个木船也补了很多次 你看 是吧 是吧 我在看那小孩是不是在水里面打水球 就是在球影的拿起来 哦有可能 能挤了 他们也有他们的体育娱乐项目 昨天我们看到他们打停 用的那个主要是碎布 对 碎布就是 这个Fat Munking Lodge 就是我们居住的 哦 这个 嗯 比昨天是那个白冷推荐 现价比还比较好一些 正常入住是家庭房是100多美金 然后我们昨天入住的是65美金的双冷房 然后因为停电 因为停电 然后他们打了折扣 就只剩40美金一晚上 嗯 性价比就比较好 性价比 但是也有不方便的地方 就是设备也没法充电 对 它只有灯泡有电 晚上 因为它有发电机 然后灯泡有电也只持续到10点钟 然后到现在还没有电 但是这整个Munking Lodge都是这样 是啊 因为整个国家都停电 对 整个国家都停电 这个时候电力供应不算 他说可以坐船去那边 啊 to the park you know I'll take you by boat you go this way and around the corner by the boat It's easy sing the park yeah OK 好 有多拍几张吗 就这是我们之前看到的 这边有一个接待室一样 这是我们最常见的程伟 这是我们不常见的摄影师 然后呢 我们现在在Log 看一下这边的这个行车安排 这边不是行车安排 这边我们是在那个Fat Monkey Lodge 这边相当于一个公式栏那种行车 像这这什么都是一些广告啊什么的 像这个就是他们这些人去攀木兰吉山 相当于是马拉维最高的山坡嘛 不在这个地方 不在这个地方 但是就是在南部嘛 这属于附近 像这什么都是这什么 哦有迪士服务 就直接开车 从这边开车到李隆规 130美金啊 开车到那边 然后这就这这就非洲的一些宣传画车 你看这就那个什么 那个维多利亚瀑布 这就是啊这些风景点 这都是主要以维多利亚瀑布周边 对啊 然后这就这附近有浮浅嘛 这边就有浮浅 然后这这什么 这有后面包树 后面包树 Bobabs 这就是他的名片 Bobabs Bobabs 李隆规国家公园里面有那个Bobabs 也也有后面包树 不是那个马达加斯加州 然后这是这是这个名片 就那个那个 那个你的那个摩朗基山区要导游 有什么的这个 所以他这个公示篮 其实不是在指示周边有些什么娱乐项目 而是相当于信息会整体的信息 他们都在这边展示 你说不定需要交钱 要不然他贴满了 我再贴上去是不是 然后这出钱啊 那这是又是什么 那我们就准备离开这个 这个山我就不去爬了 没什么意思 我们是要准备离开这个Fat Monkey 继续去别的地方了吗 对 我们去满过去吧 继续往南吧 这边现在就蜻蜓点水 湖边其实景色还停 给他们展示一下 就是要很耗时间 是吧 因为走过来路途不是那么方便 但是也还行 他们周末都过来度假 但是我们这么一直跑的话 就会相对感激 折磨他们没地方玩 对 那来个湖边游游泳 对人稍稍考 打打牌打打球很舒服 老外人家是打牌打球 打球不打牌 那我们是可以打牌打牌这样 带单多的过来 好了准备走了 我们的设备也没充电 因为昨晚停电 过来度假 我们都很正常 是不是 那是什么 是